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 台风玛丽亚昨晚暴风半径笼罩北台湾 桃园市一名75岁的独居老翁 为储备粮食昨傍晚搭车前往龙潭市区采购 到了傍晚要返家时 一阴血糖过滴产生晕眩 不慎摔倒攀坐在路旁 当下风雨欲来 有逐渐转强之势 老翁心急如焚 还好被龙潭巡警发现 才没发生意外 龙潭警分局驶门派出所所长罗文秀 警员翁祖盛 江威 10日下午巡逻行经龙潭去中正路一处公车站时 发现老翁潭坐在地上 立即上前关切 只见老翁脸色苍白 手臂有多处擦伤 警方说 老翁貌似惊吓过度 无法说清楚身份与住址 后来到场的罗文秀 一眼认出老翁是侠内列策资助的古爷爷 便搀扶古翁上巡逻车到附近诊所擦药 并护送他回家 古兴老翁见罗文秀是面熟脸孔 这才放下心房 稳定情绪 他向警方说 看新闻得知风雨欲来 因此想赶在台风来席前 对些粮食准备 想不到一时失足跌倒受伤 当下雨事件大 他只好爬到公车站旁躲避 但因实在太痛了才会说不清楚话 信号远景及时发现 否则不知的哭坐在地上多久